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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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Semi-Inference 那Semi-Inference的話我們知道 其實它的解 它的boundary condition 你看到C無限大T等於C' C負無限大T會等於0 所以會寫成這無限大 也一定假設它的sample dimension 基本上跟擴散的距離來比的話 它會大於比如4.5更好底T 所以基本上你做4.6更好底T的驗證的話 那是可以來成立的 那我們說 error function解 基本上是sinfilm解去把它做積分 就是我把這整塊切成無限個 無限個sinfilm 然後無限個sinfilm的解 然後我去把它做積分 OK 然後積分出來是我的這個解 所以這個解就是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 curve 這樣的一個curve 所以 error function解基本上是sinfilm解的積分 OK 所以 error function你做微分的話 它的flux基本上會出現是一個sinfilm解的curve 會變成是這樣子 OK 好 我們說 這 error function解的話 基本上是 Semi-influence我把切成n小塊 那每一塊 每一塊 就當作是一個sinfilm 然後去做積分 OK 做積分 那當然這裡的假設就是說 每一個擴散 每一個小塊 就是小片的話 它的擴散基本上是互相不會干擾 然後每一個的解我把它做 整個把它做summation的話 我會得到的就是它的整體的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對一個exponation去做積分 OK 那這個積分出來的結果的話 我們看到它的答案是 它會出現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error function解 那後面我們會舉例子就是說 這個error function的解 其實你也不用這樣子從頭到尾這樣解這麼複雜 如果你能夠判斷判定它整個系統就是error function解的話 你可以很快就寫出這個error function解的形式 就是A加Berror function 然後把棒對抗印帶進去去解它的A跟B OK 那error function的解裡面有一些特性 這些特性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OK 就是說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性就是說 我如果這是我整個整條課 如果是一個error function解的話 是這樣解的話 你在x等於0的位置 基本上它的濃度會是等於1 2分之1 而且是不隨著時間改變的改變 等於它是一個impressive boundary condition OK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假設 或者是說一個條件好了 這裡面告訴你是說我整個擴散你的發生的時候 我的擴散的原子沒有改變你這整個latest structure 簡單講就是你的原子是比如說像個interstitial的atom 或者是一個非常divided solution 所以它在裡面跑 它不會影響你整個組結構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把它寫成x等於0的位置 它的濃度是等於1 2分之1 那如果說這個組結構改變 這個就不一定了 所以這等於後面我們再講Bosman-Montana的analysis裡面 就會來談到這個事情 所以到目前我們舉的這些例子 基本上都在談的是divided solution 還有基本上是interstitial的atom在裡面的擴散的行為 雖然我們都沒有講它這個狀況 但是整個的結果出來它的假設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等到後面我們再講 開始講substitial diffusion的時候 那整個的考慮的又比這個複雜很多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error function的解它有一個impressive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它有位置它的濃度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OK OK 就是說它有位置上面它的濃度 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這在sinfilm解裡面 我們並沒有看到類似這樣的現象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有時候也想知道說 這個擴散發生的時候它的flux跑過去是多少 然後它擴散量是多少 這在我們在homewall裡面 我們有一個題目就在問這個問題 OK 那你可以對flux對時間做積分 你也可以concentration對x做積分 OK 那基本上對時間做積分的話 看起來是會比較簡單 OK 那這基本上面的這個微分的話 我剛剛講過就是error function的微分的解我會給你 那它的一次微分二次微分我都會給你 那error function也會碰到通常的問題 就是你擴散時間拉長的時候 你會破壞這些bundary conditions OK 所以一樣我們需要去做lead test 所以error function解本身基本上也是一個short time解 OK 那這個地方我稍微把你的講義上面 我把它多加這個圖 OK 上次在上這個recitation的時候我聽一聽 然後後來有人問我 我發現這樣子會比較準 比較精確一點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sample 它的dimension是l 然後如果我的擴散發生是一個error function 這樣子的擴散發生的時候 那我想要知道它離開 離開這個sample它的紅色位置是占了多少比例 OK 所以紅色這個位置就是等於是lg到無限大 OK 所以記住啊我最近已經把它改成是一個complementary的error function OK 這個地方二分之一可能還要再改一下 可能應該沒有二分之一只有c0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要把二分之一也再拿掉 所以這個地方我還是沒有把這個地方改對 然後藍色的這條線的話 等於是0g到無限大 所以我希望要達到10的-3的話 那我去計算出來 我的sample dimension大概是要多少 所以黃波裡面有一題我告訴你 當我的sample的dimension如果大於更好底T 2更好底T 3更好底T 4更好底T的時候 我的torrence就是準確性到底會多少 其實就在問你這樣的一個題目 只是要讓你知道這Litex Litex它本身的這個 怎麼應用它 還有它的物理意義在哪裡 OK 那我們剛剛講過 error function如果你要從頭在那邊解的話 那當然你會解起來很痛苦 OK 所以我沒有告訴你說 如果你能夠判斷它是error function解 不管它是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或是error function 那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直接帶進來 就是C等於A加B的error function這樣去解它 那知道這個以後 你把boundary condition帶進去 C無限大T 然後它等於C' 那就解AB 然後C負無限大要等於0 然後去連例 然後可以去解除你要的這個A跟B 所以基本上 這樣的題目 你解這樣題目的sequence大概是這樣 Goblin equation fix second law 做判斷 semi-influent的判斷 看它是不是大於4.6根號 dt 或4.5根號 dt OK 然後第三個 把它的initial condition 還有boundary condition 都把它寫出來 然後你說這concentration 基本上看起來是fix 所以看起來 這個解應該是一個error function解 那你就可以寫出cxt等於A加Berror function boundary condition帶進去 解A跟B 那就會得到你的答案 OK 所以基本上 你用simfilm解error function解 你大概解的順序 大概是要這樣子來解 這樣的話 助教改起來也很痛快 然後他分裂也會更痛快的給你 OK 所以基本上的解法都會這樣 那後面的這些題目 基本上這些都是只是應用體 就是說 可能你的boundary condition也不一樣 那我怎麼去解這個題目 OK 那這裡的話就告訴大家就是說 到底simfilm解跟error function解之間的關係 OK 記住error function是simfilm解的積分 OK 所以你的error function解你去做微分 得到你要的flux的話 是基本上它的形式會像是一個simfilm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error function解是這樣子的話 那它的微分是等於這一個 那乘上負號的話會flux 所以它flux會倒過來 OK 那因為它是往左擴散 所以基本上你的flux基本上是負的 OK 那它的這個再去做二十微分的話 你會得到這一個 這個的話就代表它的accumulation 所以就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負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濃度會隨著時間往下走 然後這個地方是正的 所以它會隨著時間的增加 它會往上走 就是一邊往下走一邊往上走 那如果你要看simfilm解 那你就是從2開始來看 2的話是simfilm解 然後3是它的flux 4的話是它的accumulation 所以這個圖告訴你的thinfilm 跟error function之間的關係 那你如果知道error function的來源的話 其實這個關係你就很清楚 因為error function本身是thinfilm的積分 所以你就把兩邊積分微分的關係 你把它給搞清楚的話 這個圖其實就可以比較容易畫出來 那後面我們舉了這兩個例子來告訴你 你怎麼去applythinfilm解跟error function解 其實在我們的homeboard裡面也有這樣的題目 那這樣子的方式其實 常常我會有類似這樣的題目在問大家 就是說 因為我要讓你怎麼去apply這兩個解 所以在第三個homeboard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那樣的題目就是 一個題目裡面thinfilm解 error function解 和error function解 全部在一體裡面全部發生 那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大部分就是說 它x平方大於42.6更好的底力被破壞掉了 所以到了時間拉得夠長的時候 你一定要進入到hulier解去解它 所以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會考慮像像那種doping的問題 就是告訴你說 我如果表面上的濃度 我是spartling的一個thinfilm 然後它濃度沒有固定 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減少的話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寫出它是一個synfilm解 OK 那一樣 這個synfilm解我剛剛講過說 你的解的sequence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你把fix second law寫出來 第二個你做 做這個 它的這個 inflame的這個test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大於等於4.6更高dt這樣 然後再把unitial condition寫出來 boundary condition寫出來 那都符合你要的這些條件 然後你說喔對 它看起來是一個synfilm解 因為沒有concentration是fix 然後你知道這個解以後 那一般它要你去解它的pnjunction 那你就知道這個濃度 把這個濃度帶進去解出你的xj 那就可以得到你的junction的distance 所以這個解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OK 那如果說今天它是 它的表面濃度如果是固定的狀況之下 OK 表面濃度如果是固定 那這個固定的話 基本的方式大概會是說 我apply一個chemical reaction 或者是 甚至我把這個sample 可以放在一個solution裡面 liquid的solution裡面 讓它的表面濃度 基本上要固定 如果說我這個solution裡面的這個量 它的這個體積遠大於你這個sample的體積 我也可以假設它表面濃度是固定 所以 表面濃度固定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看到它擴散這樣發生 所以 一樣 我可以把剛剛那個sequence 再把它做出來 OK fix second law infinite的假設 然後initial condition bundary condition 這樣一步步把它解出來 然後解出來以後 你要解error function 你就 你如果記不住這個error function 或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你就把它寫出a加b error function 然後把bundary condition 帶進去 就解跟a跟b 那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 看起來它的形式是一個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然後 因為你在講這個doping 我們常會想要知道 那我到底跑進去的多少的 融值 那融值你還會去做這個計算 OK 像這個是對dx做的積分 那前面我們是對dt 用flux對dt做積分 OK 所以這個積分出來基本上都是表面濃度 所以如果說我給一個面積的話 你要去乘這個面積才會出來一個體積濃度 才會整個出來你擴散進去的量 不是體積濃度 就是說擴散進去的量是多少 那一樣pn降選的話 你就一樣把這個c'把它帶進來 就得到這個xj 那會得到pn降選 就是說你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位置上面 可能原來是ntype 所以說這是n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濃度高於這個n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ptype 所以變成pn 那我想要知道這個pn降選 這個降選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所謂的xj的意思 所以當我們講pn降選 其實在講那個pn降選的那個位置的距離 表面的距離是多少 OK 那題目我們會開始有一些變化 OK 那基本上你就是記住 把superposition跟reflection 還有坐標平衡的觀念 你要把它給帶進來 OK 那這個題目的話 我就直接挑到我們要的這樣的一個解 OK 那這樣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 我可能是有一個sandwich的structure 那這sandwich的structure的話 你可能是中間是a 兩邊是b 那兩邊b是跟 比如說這個bab 它的dimension可能都一樣 那也有可能不一樣 你去吃三明治的話 你中間塗的那個奶油 厚度絕對不會比麵包 跟麵包一樣厚吧 是不是 你就放起司 你也不可能跟麵包一樣厚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有可能中間放個起司 然後說我去加熱 微波把它加熱 然後問你說起司擴散到麵包 我曾經出過那樣的題目就是 在講這個像變化的時候 我說我今天是做pizza 他pizza的形狀是two dimension 其實問題在問你就是 他是two dimension 然後問你說這個pizza要烤多久 他可以八分熟或七分熟 OK 那也曾經出過就是說 他出來的是一個cup cake 你叫什麼叫cup cake cup cake 中文翻是什麼 杯子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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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比我熟 OK 這是cup cake 然後告訴你他的pizza出來 是cup cake的形狀 其實告訴你就是三度空間的形狀 那你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OK 那我們現在講三明治也可以 我就把cheese cake放進去 對不對 那cheese cake的厚度一定比兩邊的來薄 那你如果今天有個a元素 他比b元素兩個薄 然後a元素擴散 那你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在第三個homeboard裡面會告訴 就開始問你這樣的問題 那我可能出現 這個左邊的b比右邊的b薄 那什麼時候他可以用al function解 什麼時候可以用steam pm解 什麼時候可以用fooly series解 OK 那你說這個薄跟厚有什麼關係 有啊 如果這邊比較薄 這邊比較厚 對不對 你中間放個cheese 那開始是微波 那很可能那個cheese 就把這個薄的全部擴散過去了 厚的還沒有 對不對 你做厚片 那這邊還是麵包的味道比較濃 到後來這邊連薄的都全部變成cheese 觀念其實也在問你這樣的問題 那這時候你怎麼去apply 是sin film解跟al function解 OK 這個題目還不錯 說不定可以這樣處 所以我們也出現這樣子的東西 OK 就是說我中間有濃度 然後旁邊都沒有濃度 OK 那我怎麼去解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我們用簡單的這種 superposition的觀念就是說 我本來是一個黑色的這個 那是一個semi-inference 所以我知道這個解 這個解做一個座標平移在這裡 所以這個解是整個這個 後面x-x在做平移而已 然後另外一個紅色的這一塊 它也是一樣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semi-inference的解 OK 那我們知道黑色的剪掉紅色的 就會變成是藍色 所以如果我知道 用這樣子加減的方式 superposition的方式 我就不用去處理這麼多 這麼多的這個複雜的數學問題 OK 但話又說回來 你還是必須要懂它怎麼推導的那些數學 因為那個你懂了以後 題目的形式改的話 你比較能夠去了解 說怎麼來應用它 OK 那基本上 考試考這個的話 我不expect 也沒有 也不認為這樣寫就會比較多 你能夠寫出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那我想助教就會給你滿分 你最多你可以把那個觀念寫出來 藍色的等於黑色的剪掉 紅色你畫三個圖 然後這樣相減 黑色的解是什麼解 紅色的解是什麼解 兩個相減會變成藍色 我想助教看了會很高興 你知道這個整個邏輯的思考方式 OK 所以那樣子是中間有往兩邊擴散 OK 那現在for some reason 你中間放個後片 兩邊放起司 然後讓它往裡面擴散 OK 所以往裡面擴散跟往外面擴散 剛好是一個imminal image 所以你就把它的整體的濃度去減掉 你原來那個解 然後就會得到這個 解到這個解 就把它倒過來而已 所以一樣 還是你就是說 了解了superposition reflection的這些觀念 我想你去解這些題目 你就會簡單很多 另外一個方式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兩個方式 都沒有concentration 都沒有fix住 OK 所以一個往外跑 一個往內跑 那現在是這個題目 這個例子在告訴你 就是說我往裡面跑 但是它表面濃度是被固定 所以當我們講它表面濃度被固定的時候 用文字去形容就是告訴你 就像一個simple 你把它放在爐子上面 爐子上面裡面有通的氣氛 那有化學的反應 讓它表面達到平衡 表面達到平衡以後 讓它擴散 往裡面擴散 或者是我把一個simple 把它放到一個溶液裡面 然後那溶液 它是一個大的這個sink 然後這時候 它的表面濃度 是被維持在一個固定的一個濃度上 所以這個例子跟剛剛的例子差別差在這裡 剛剛那個例子往裡面擴散 它沒有濃度固定 它就是兩個curve這樣走 那這個的話是告訴你 我有兩邊是固定 所以左邊紅色這一塊 它是一個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a就是做一個要坐標平移 然後右邊這個是另外一個complementary error function 所以等於是兩個相加 這個再加這個得到你要的解 所以記住它的boundary condition在這裡 但是一樣 問你題目的時候 不會跟你講它的boundary condition就是這樣 是你要有人力寫出這樣的boundary condition 說它的解是這樣的形式 所以為什麼我在演習的時候 一二再再三跟大家講 你看講義或聽我這樣上課 有一些話可能我這樣講就過去了 你聽起來也很順 那你如果沒有做homework 你可能不太了解那個 那句話的物理意義 改成文字 後來要改成數學模型 到底中間的關係怎麼串在一起 那這個的話真的是你必須要自己練習 自己怎麼練習呢 拿homework 然後自己看 然後自己去解 然後自己去解 說這樣子的 這句話 為什麼可以寫成這樣 自己試著去弄 真的弄不出來的 你再去看答案 然後再說 恍然大悟是這樣子 你這樣子自己才有辦法去了解 真正怎麼去應用這些 不然的話你會看我這些解 好順啊 都很簡單啊 所以我如果今天給你寫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幫助理人給你寫出來 我相信你都可以背了起來 這答案就出來了 你都 我相信 大部分的同學都可以 你們歷經太多的考試了 你要這樣來考你太簡單了 OK 可是我還是跟大家強調一點 真正實際的 real world problem 沒有人會告訴你 它就是這樣的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說 你在處理實際的問題 今天你當一個工程師 不管你是在做研究 或者是在實驗室上面做研究 或者是到現場去做工程師 都不會有人跟你講 它是sinfilm解 它是error function解 它就是兩個error function解的superposition 沒有人告訴你這樣 也沒有人會告訴你 這boundary condition 是dc over dx等於0 這c等於0 完全沒有 你碰到的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際的問題 然後你自己要去model這個東西 那你的model 你去做數學的模型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些物理的 的意義的支持 不然你可以隨意設 如果這個cxt等於0 它如果跟你實際的物理現象沒有相符合 你這個解釋等於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門課會讓你糾結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這我自己在修 或者是到後來 我看大家在學習的這個pattern裡面 所以讓你糾結的大概就在這裡 就是怎麼樣把文字還有物理的現象 我去用數學的模型去把它描述出來 然後去解出那個答案 而且那個描述的狀況 數學的模型要有它的物理意義來支撐 然後最後你的答案 來衍生出你要做最後的一個 如果是一個工程師你要做決策 或者是說今天你做研究的人 你要做我的問題的真正的lood cause是什麼 是從你那個達到的那個量化的答案裡面來做判斷 這個會讓你比較辛苦 那也是這門課裡面要希望大家能夠學到的 所以一而再再三跟大家講的 你一定要做homemove 而且要自己做homemove 一開始先自己趕快做好不好 那我們就說你的boundary condition 有可能出現是一個x等於0的位置 它的溶度等於0 有可能是它在x等於0的位置 它的微分會等於0 OK 那我們說實際的 實際的題目裡面在問你的話是說 我的表面氣體跑出來就被帶走 所以這時候我說我的表面的濃度是等於0 所以物理的這個形容是說 它有flowing gas流過它的表面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告訴你它的flux等於0 是說我在sample的表面沒有通量 那sample表面沒有通量 可能的描述的現象是說 我的表面被coating上一層東西 coating上一層氧化物 讓它表面沒有東西跑出來 所以你如果 我講說它表面是有coating上一個oxide 那就告訴你 你的dc of the x在表面的位置 它要等於0 所以要解這個題目 我們說 這樣的一個題目的話 你需要一個fictitious source 而且是對你原來紅色的這條線 是一個even function的fictitious source 那要解這樣的題目的話 你要有一個藍色的這一條 是它的fictitious source 是對紅色來講是一個up function 你看up function在這個地方 你的dc of the x 不是dc of the x 就是在這個地方的濃度 兩個相加等於0 這個地方的話 是它的flux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它的flux加起來會等於0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你可以看到這個題目的話 一樣我現在有一個sample 是它的dimension是這個地方是A 然後擴散發生 然後跟你講 在這個x等於0的位置 濃度 always要為是等於0 那x等於0的位置 濃度要為是等於0 就是實際上在形容的時候 一定會來講說 我的sample放在一個set上面 或是我的sample 它的表面有個flowing gas 東西跑出來就被帶走 所以表面的濃度 為是等於0 那這時候我就像要有什麼呢 有個fictitious source 有個紅色的fictitious source 在這個地方 它也會形成一個擴散 然後這個藍色的是 形成一個擴散 然後這邊相加的話 在x等於0的位置 基本上濃度是要等於0 被cancel掉了 一個震的一個是負的 所以藍色這條線 它的答案是解 是這個樣解 紅色是這樣的解 所以等於是兩邊相加出來 就得到我要的答案 而這個答案是可以用在 applied area 就是在這一邊 在0到A的這一塊裡面的濃度 所以我只在借用一個fictitious source 然後做 做superposition的觀念 然後讓我容易的得到這個解 當然我也可以硬解 我可以用suppression variable 硬解 很辛苦 所以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現在要浪化這邊 位置等於0 OK 那一樣用紅色跟藍色線 那我們解出來的解 是個l function解 那這個解的話 你如果用前面 A加b l function解 你會很容易解 你如果還要用這個superposition 當然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 在問題在問你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它 OK 但是你能夠用A加b l function 然後帶進去 boundary condition解的話 我建議你最好是走這條路 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比較strict forward 可以去解這個問題 那這是另外一個解 另外一個問題 他跟你講說 我擴散花生 OK 那它的濃度只有在這裡有濃度 這一塊 然後這裡沒有濃度 這裡也沒有濃度 OK 又是一個三明治的結構 然後告訴你在這一塊裡面 它的flux等於0 這個flux也等於0 OK 那這個題目可能出來的時候跟你講 我有一個b 然後被兩個a給夾住 變成一個sandwich structure 然後b 中間是b b可以往a擴散 速度遠大於a往b擴散 所以我假設 a不會往b擴散 只有b往a擴散 那你說可不可能這樣 當然可能 我的b可能是一個小的原子 那a可能是大的原子 小的原子往大的原子擴散快很多 大的原子要往小的原子擴散 要慢很多 然後又跟你講 a的表面 我又coding上oxide 所以a的表面的flux等於0 然後要問你這個b 整個concentration profile 會是怎麼樣 OK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initial condition 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 它就引發出來 它的initial condition 變成是這樣 OK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這個地方 要讓它flux要等於0 我們先看第一個 在l的位置flux等於0 flux等於0的話 我等於是要有一個even function 在l的另外一邊 symmetry 對稱 讓在l的這個平面上flux要等於0 所以處理完這個問題以後 我要處理-l的部分 那-l的部分的話 我要以-l為一個mineral的這個service 然後讓它在左邊又要有一個mineral image 所以mineral image又過來以後 那我l位置又被破壞掉了 因為你這個地方它的這個比例 這個地方你看 1 2 3 4 5 6 7 那你這個地方只有1 2 3 4 所以又被破壞了那個平衡 所以這時候你又要用l l來當作一個對稱 ok 然後又把左邊的給弄過來 然後再左邊的再把它給對稱過來 所以你到後來為了維持l跟 pulll維持上面dc of dx等於0的話 你等於是要有一個無限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concentration profile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等於是什麼呢 我的initial condition等於要改成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要有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的話 我要解它 我等於是要把initial condition 變成原來只有這樣子的改成 變成有這樣子的一個initial condition 所以我們等於是在借用fictitious source的觀念 在解這個問題 ok 所以你要善用這種even function跟up function 然後來去解你的這個濃度等於0 或是flux等於0的狀況 ok 所以這個在第三個homework裡面 我們會 第三個homework會有這樣的問題 ok 那這樣的題目你大概可以看到 在homework 第二個homework的時候 我們就有兩題 就是之前考過這樣的題目 那等下下面我再解 舉另外一個l function與幅列解之間怎麼附用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會這樣的題目會 one or y就會我會把它出來 其實它就是在考 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怎麼去應用這兩個solution 那這個只是做座標的平移 這沒有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你稍微改一下 上次有個同學跟我講 這個地方我們少打了一個c在這裡 這應該是一個complementary的l function 所以麻煩你在你的講義上面改一下 ok 你的講義上面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再多一個c OK